主席好 部長 你非常的辛苦 一方面要保衛國家安全 二方面要面對你部隊內部的這些軍機問題 但是我必須講就是說 我們每次的檢討 如果事後都沒有有效的處置的話 達不到預防的效果 你大概每個會期都必定會到 國防外交委員會來面對同樣的課題 然後我們再問一遍 我一直覺得 這原因不知道出在哪裡 我覺得你們要去檢討的原因 可能已經不是個案的問題 是整體的問題 為什麼 為什麼每一次發生事情 然後檢討 然後處理 到底法院來備詢 然後大家給你意見 然後最後再回去 他明年又再來一次 不是嗎 我們每一個會期 你們都會來報告 類似的 類似的這個報告 但是 來報告 如果說你來報告是因為整個個案數都減少了 或者發生的這一個情況改善了 那也就算了 可是我們目前看起來似乎並沒有 雖然你們的報告裡面提到說發生率有顯著下降 但我覺得那個並不顯著啦 如果說以你們提供的數字啊 霸凌案也好 性騷擾案也好 自殘自殘案也好 其實都不低啦 以我們現在國軍的總量 你也在精簡嘛 可是這個數量的比例來講我認為並不低喔 如果說三年來 自殘的案件就50件了嘛 這50件死了多少人 這50件當中死亡的多少 你們知不知道 我們有81件三軍成功的案件 我們現在資料裡面沒有顯示 有81件 81件自殘成功的把他救回來的案件 有81件 我們是希望不要發生 我們希望都能夠 那怎麼樣不要發生應該是你們的重點 可是我不希望看到你們的結論 是勇於面對虛心檢討認真改進 沒有具體方法 這是真的令人家看了這個報告以後 我會覺得 那跟去年寫的也一樣 不能把你們以前拿出來 也是一樣 有於面對虛心檢討認真改進 都不會變 對不對 這些 這些個案的發生 跟你的部隊管理的方式 還有關心的方式 還有整個戰備的狀況的改變 是不是有關係 我覺得你們內部的管理 部隊的這些管理 應該要有一些彈性 所謂的彈性不是說不要求紀律 而是當你的戰備任務 比如說提升的時候 你怎麼樣讓這一些軍事官兵 他能夠有機會釋放他的壓力 否則你想想看 你一個部隊 三年五十個人制裁 還不包括你那些救回來的 那如果去比照一般的私人公司 對不對 很多私人公司也是上萬人的 那他有沒有壓力 他也有壓力 那為什麼他的製裁案 自殺案比你少 這顯然就出在你的管理 跟熟皮的問題 還有你有沒有引進一些其他的方法 外部的方法 別人的做法 來設法紓解這些事官兵的壓力 尤其進來你如果戰備任務提高的時候 你像現在台海情勢 這麼緊張的狀況底下 他戰備任務會不會加強 會啊 我之前在海龍挖兵的時候 遇到九六台海危機 我們有將近八個月沒有放假 你說這部隊裡面這些阿兵 他會不會心情浮躁 而且在戰爭邊緣耶 差點都要寫遺書耶 那更何況那個壓力的狀況我們可以理解 可是怎麼樣排解這個壓力 讓他不要亂想 我覺得這是你們要去處理的 那遇到事情的怎麼調查 這件事情我覺得你們也是很怪 這同一個啊 同一個部隊 去年九月發生一件事情 到今年四月發生一件事情 然後你們說到四月又發生的時候 你們才拉高層級 去年九月啊 那這個案到目前調查原因不詳 對不對 可是他死掉了 那這個卸中市的事件 你們第一時間 如果真的很確實去調查 從行政調查 司法調查當然你沒辦法干預 可是行政調查 如果你們好好調查 很認真的調查 每一案都是用最高層級來調查 你認為四月份的案 會不會發生 或許會 或許有可能 你提早可以阻止 因為你知道你的部隊發生異狀了 會把風險降低 對 所以所有的徵兆 都是一個傷害在那邊 跟你講說 你的部隊出問題了 你們部隊出問題了 你們的這些相關的 規定啊 處置做好 其實都寫得很漂亮 我必須講說寫得很漂亮 工作壓力大 他的行為樣態哪裡 出問題了 幽默感減少了 忽略休息了 欠缺同儕的互動啊 屢招上期懲處啊 這些等等 其實你們都有寫 我認為你們這些都有 這些 paper wall 你們都有 但是你們有沒有做 才是重點 還有你們真的有沒有 關心跟觀察 這才是重點 當然啦 你會說很辛苦啦 做長官的很辛苦 你會關心部署 好啦 你會發覺這一次出事的是 士官跟中衛 對不對 他們是管理階層 中間幹部 不是一般的阿兵哥 也不是將官 對不對 他是中間幹部 所以這在告訴你什麼 中間幹部的壓力很大 他要面對帶兵 要面對長官的壓力 一下又什麼檢查 一下又什麼訓練 然後中間幹部這幾年怎麼樣 國軍士官兵 我們的比例 有一陣子 軍官很缺嘛 對不對 這連長什麼都找不出來 所以這就跟你講問題了 他可能壓力過大 我記得去年跟前年 我們在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 就是告訴你 那個中間幹部的人數不夠 有沒有 所以你們開始鼓勵一些士官 去考軍官 轉軍官 所以 人數的結構調配的問題 這個根本的原因 我覺得有時候不完全 只是個人因素 或者是個人的感情 這些等等的 家人等等的 是整個你那個管理的 管理的方式 還有調配的方式 我覺得你們要有一個彈性 這樣子彈性 在隨時 因應去做一些調配 來減輕 不是應該說 合理的分配他們的工作壓力 否則這個每一個制裁 而走的這些 年輕的士官兵 老實說這都是國家的財產 我們用國家的資源培養他的 這看的真的很難過 比我們在因應這些疫情來講 老實講 這走掉一個 對我們真的很嚴重的損失 所以我請教一下 最後請教一下部長 就是你們這行政調查 到底在什麼狀況以下 才是真的啟動 第二個行政調查的成績 是每一案都是一樣的 還是說外界特別重視的時候 你就拉高那個行政調查的成績 跟主席報告 像兩六九旅這兩件 傷亡的案件 它是重大的一個智商案件 都會有行政調查 那剛剛也就說明了 第一時間不管是軍團 他們都已經啟動 那後續是因為拉高到司令部 因為家屬有些意見 有些反應 然後配合司法拉高到司令部 他按照規定來講 金鋒利實施規定 行政調查的權責 就是聯兵女級副主官以上 編成這個行政調查組 所以就這兩個樣來看 軍團也編成了 他是聯兵女副主官以上 來做一些調查 那剛剛主席有一些指導 我們都今天除了提了這八項 經濟措施之外 還是不夠的 我們會按照主席剛剛知道 怎麼樣再從整體的制度面 怎麼樣再強化 然後再執行面 不管是居前人力的結構 工作的負荷 還有他們的一些本質學人 各方面的機制 再做一些強化來檢討跟經濟 我認為釋出必有因 你們必須確實找到那個因 你才能夠真正解決你這個問題 然後這些因 你都可以從徵兆看得出來 但是你有沒有認真關心去看這些徵兆 這是一個問題 如果連我們的基層的這些基層的士官兵等等 我們都沒辦法給他照顧好管理好的時候 你要怎麼打仗 你就先自己就亂成一團了嘛 就先自傷自殘了 要怎麼打 所以 部長你千萬不要小看這種軍紀跟福島的事情 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軍中只要發生一個這樣的案子 你那個士氣打擊多少 然後你要花多少時間 才能把士氣再挽救回來 很難 部長你這要加油 謝謝主席